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個載體在磁場裡面 不管你是鎮電荷在導電 或者是鎮電荷在導電 其實由載體在磁場裡面的受力 我是看不出來的 接著物理學家就會問一個部分 那如何我知道是鎮電荷在導電 還是副電荷在導電 鎮電荷在導電還是副電荷在導電 對整個物理的一個影響 尤其是在半導體裡面是很重要的 換句話說 接著我們就要想要知道說 到底我要如何知道說 我這個載體在這個導電的過程當中 它是什麼樣的一個carrier在導電 那就是我們要用後效應去看看 那後效應的話也是你們在實驗室裡面現在可以做的 而且呢現在是你們在實驗室裡面的話 在廠商裡面的話已經做成一個簡單的儀器 你要知道說你的載流子是鎮電荷過後 然後鎮電荷就用後效應的測量儀器去test一下 那後效應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 我說我現在不知道 我這個物質是什麼東西在找電 那我把這個物質 一片的物質就把它拿過來 好那我們剛剛講說 我把它通電流 電流通了以後的話 跟density的方向J 然後我把它放到磁場裡面去 其實這個東西是一個薄薄的一片 如果我要把它畫成這樣就是像這樣薄薄的一片 OK 那磁場呢 磁場就是進去的 那可以知道嗎 好 那因為我們要畫的 我們就把這個剖面呢 就把它拿掉 那我們就看一下 我說Kalier在這邊 理論上面是 Kalier在這邊 時場是0 那我們現在我們看到 Kalier在內部的話 假設 我說它是負電荷在傳導 那同樣的情況 這個負電荷所受到的磁力 是從哪個方向 從哪個方向 今天14號 14號同學是誰 有沒有14號 謝正軒 嗯 朝哪個方向 朝上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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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講出來 你是剛剛在睡覺被我叫醒啊 還沒回過神是不是 是 有沒有同學 支援他一下 28號 林黛德 為什麼向上 V是哪個方向 V V是哪個方向 啊 你左右不分了 啊 要看前面的同學說 往前 你就往這邊 往這邊 就往這邊 哪邊 V是這個方向 OK 然後呢 V 朝下 然後為什麼會朝上 它是電子 它是電子 所以 那你知道它是朝上了 它朝上以後會怎麼樣 電荷它已經不會直直的走 它會 往上走 往上走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看到 這邊的負電荷會聚集在這裡 然後正電荷 本來這是一個電中性的東西 就變成是這個板 聚集的是負的 下面這個板 是變成是聚集的是正電荷 OK 什麼時候 它不會 定荷是不是會一直往上走呢 會不會一直往上走 一直拒絕 會不會 不會 為什麼 因為為什麼 好 嗯 張惟哲 哪裡產生的電廠 電荷聚集產生的電廠 對不對 電荷聚集產生的電廠 這個 所以 電子 電子 受到這個電廠的作用 實際上 它會有一個受力 是Q 1 換句話說 當 FB 是加上Q 1 它加起來等於0的時候 就平衡 那你等平衡的時候 你如果用一個 我們的電位計 在這個地方 1 2 就是等於 這一百跟這一百 把它用一個 potential meter 你會發現 這是負 這是正 負電荷在導電的 這是我們看到的 這是負電荷在導電的 一個情況 那 同樣的 一樣的 這個是 Current 假設 我現在是一個正電荷在導電 一 一樣的 這個板子 那 Current 的方向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我 說 這個particle 現在是正電荷在導電 現在是正電荷在導電啊 吳坤宏 他受到力 磁力 磁力哪個方向 蛤 赤力 磁力 向上 為什麼向上 OK V是 對不對 V Current 所以我們看到 他受到的磁力是朝上 所以 震電荷會往上跑 所以一樣的我們用一個potential meter 一量 你會看到的 你量到的這個是正電壓 這是負電壓 那你看到這是正 potential meter量到的東西是什麼 不一樣的電性 這裡是 負正 這邊是正負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你把potential meter一量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 哦 原來這個是正電荷在導電 這個是負電荷在導電 這樣了解嗎 那我們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 你potential meter所量到的 磁是多少 我說 這個板子 的厚度 這板子的厚度 如果是低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說 基本上面 這兩端的 端電壓的部分 其實是跟這裡的廠 這個廠呢 在這邊所產生的電廠 是EN的方向 跟這邊的電廠方向是不同的 好 那 他所受到的 這個 Q EN 不同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 他們兩個都會 Balance 的情況 那我們說 這個 EN 的大小 就等 Q V D 的大小 那 換句話說 Q 這Q值 是多少 是我們可以從我們的 Current Density Current Density 告訴我們 Current的大小 就是等 NQ V OK 所以 你馬上你可以看到 你這NQ Q啊 就等於 J 除以V 那V呢 基本上 就是Q QQ消掉的話 那V就是等於 這個 EN除以V 然後J 所以我們看到 就是EN J V V的值 就知道 你的 Charge的多少 那我們馬上 我們看到這個結果 你的 電位 這個電位值 跟EN的值 EN D 就是V 所以我們把 V測出來的時候 就相當於 你測了EN EN知道 你把EN 你把EN 帶進來以後 你就可以知道 你到底裡面 有多少 Carrier 然後 它的總共的電荷 是多少 在導電 所以 Current Density 是你知道的 磁場 是你知道的 外界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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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Potential Meter 可以直接測量到的 那你就馬上可以測量出來 你這裡面有多少電荷在導電 那 Carrier 是多少 是一個很簡單的實驗 但是這個實驗 卻證明了 一個 具體的事實就是說 我們的導體 是負電荷在導電沒有錯 但是在半導體裡面 有非常多的是正電荷在導電的 一個半導 Semiconductor 的情況 並不是只有負電荷在導電 所以 後效應在 這個後來的一個應用上 是非常非常的 這個 這個popular的部分 那 這是整個的後效應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現在在跟你們講的 就是 這是一個很薄 然後中間有 這是很薄的這個導體 所以它相當於很像是一個 二維的空間 然後非常薄 那 後效應得到諾貝爾獎以後 照好幾年 我忘記是多少年了 因為沒有去算一下 就有科學家去 把這個後效應 在 2 dimensional的系統 所謂的2 dimensional的系統 就是說 這個系統是 我們平常是 三維的空間 那這個系統呢 如果是 二維的空間 也就是 你的載流體 只能在 sy 平面上面 運動 不能在一種方向 運動 就這個系統 叫 2 dimensional system 那如果是這樣的一個 系統 的時候 那它的 後效應的部分的話 它會有一些很特殊的現象 跑出來 那包含的是 量子後效應的部分 產生出來 所以 量子後效應 就 又拿了一個諾貝爾獎 走掉了 OK 所以 不要以為說 別人做過的實驗 那我 我做出來 就是跟別人做一樣而已 所以 基本上面的話 你可以再去研究 研究看 你跟別人是 不太一樣的地方 在哪邊 那 量子後效應 到你們那個 量子物理的部分 和量子力學 就會再學到 因為它的那個 這個 後效應的量子 太的部分的話 這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量子後效應 現在還是在 物理上面是 非常重要的一個 研究主題裡面 那這邊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為什麼負的也向上 正的也向上 對啊 剛剛那個載流體 不是負的也向上 正的也向上嗎 有什麼不相同 那這裡 正的向上 有什麼不對的 哪一個 你知道QVV是向上 但是我就是不符 這兩個就是 剛剛載流體 也一樣啊 你不會覺得它不對啊 兩個都向上啊 沒有不對啊 哪裡不對 對 你說什麼 有鎮有戶的話 那就很複雜了 對 你要看你的 主要的是 你自己的床在 Dominion還是 Hall在Dominion 板子裡面 原來是電動性的啊 護電荷在導電 正的東西就是 你現在 什麼叫做電子在導電 就是你的電荷 你的一個原子對不對 對不對 你是哪個地方在導電 是核外的電子 核外 最外層的電子 是很鬆的電子 所以那個電子 好像 nearly free的傳 ok 所以 你感覺它是 很自由的 ok 那你電子在傳導的時候 這整個 就是 一個正的 ok 它不能動的 它不是一個能夠動的東西 因為它非常 非常重 而且非常 這個 這個束縛 還很緊的 只有那個外面的 這個電子 是 遊走在四周 在運動啊 所以 理論上面是 這上面 全部幾乎是 佈滿了 這樣子的 一顆 一顆的 ok 那現在呢 電子通通 跑到上面來的 就對應的就是 這底下的是 帶正電 那個正的 是有一樣 電動 對 正的就是電動 不是 不是這個東西在動 這樣沒問題了吧 還有沒有問題 還有沒有問題 你說什麼東西 整體會向上 會向上 會向上 但是向上的 不是那麼大 對 看你加多少電流 對 對 你電流小小的 當然它就 開不起來啊 對 你加了電流很大的時候 Force就很大了 那沒問題了吧 你就是你現在 你的問題是 Force 是I L Close V 那這個Force 跟它的Mg 大小是比多少 那這裡面 L是固定 V是固定 就是你加多少電流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的 一件事情是 現在我們都已經 知道了 一個載流體 一個 這裡面的微觀的 情況的部分 當我把 我的 這個載流體 繞成一個 回路 那 回路的話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我把這個回路呢 你現在不要去想 它從哪裡進來 哪裡出去 反正 這個回路的電流 就是這樣流 OK 反正電流 會供應給它 好 那對這樣的一個 回路來講的話 我們一樣的把它放到 磁場裡面 磁場 V 那 我們可以看到 對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我們這個回路 假設現在 我這個回路就是有一個 傾斜了 那 對這個回路來講的話呢 第一件事情 首先我們 知道它是一個 帶電流的部分 那 它是一個載流體 那 首先我們就要去看一下 對這個載流體 在磁場裡面 它會不會受力 那首先 我看 A A V C D 如果它會受力的話 它的 Force 是不是 AV這一段 跟 VC這一段的力 再加上 CA CD這一段 再加上 DA這一段 那 現在你看 AV這一段的力 這個D是等於多少 V我們剛剛已經看到 就是I L Cross B 所以 我們看到 這個 A到B這一段的時候 L Cross B 對不對 所以它這邊 手受的力 是哪一個方向 朝上 A 這是Force AB 好 那CD呢 CD的Force 朝哪裡 你們以前的什麼 推來推去啊 手心朝上 手心朝外啊 你最好放掉它了 OK 對 只有一個向量 就是Close的觀念 你如果永遠在那邊 手心朝外 手心朝上 手心朝 對 你自己會把你自己弄得亂七八糟 朝哪裡 為什麼朝那邊 朝哪裡 為甚麼 刺 抵X 方向 是不是 好 你說抵X方向 是不是 是不是 它就沒有人說我AB是抵錯了 這樣 무X 那VC朝哪裡? 朝右 為什麼朝右? 好 朝右 那 DA呢?朝左 我都沒有算大小喔 也還沒有去算他的大小 你們看一看 他總共的合力等於多少? 蛤? 合力等於多少? 0 對不對 但是 這個線圈 或者這個回路 會不會禁止在那裡? 不會 為什麼? 會不會禁止 會不會禁止在這裡? 蛤? 這是 AB CD 這兩個禮 是 是在同一條線上面 但是這兩個禮呢 有沒有在同一條線上? 沒有 所以 你很明白的 你很明白的 你看到 AB跟CD 它加起來是等於0 沒有錯 但是 但是 它不在同一條線上面 所以它會產生什麼? 產生什麼? 力矩 力矩對不對? 它產生的力矩多大? 會產生哪一個方向的力矩? 力矩哪一個方向? 嗯? 力矩的方向是哪一個? 你們一直這樣繞繞繞 這樣力矩是這樣的方向嗎? 這樣繞力矩是什麼方向? 力矩 力矩是哪一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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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卡 防 happy 力矩沙aurais 從這個方向 如果你把这里当支点 那就是R close F 力矩是朝这个方向 这边R close F 力矩也是朝这个方向 所以Total的力矩 是这个方向 所以你会看到 它会旋转 这整个 在这边旋转 这个回路是会在这边旋转的 好 那你现在所有的这个物理 已经都分析完了 那我们现在再看一下 定性的分析完了 那定量的多少 那我们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FDA加FBC 你等于零 这个我们都知道了 所以你Total等于零 Force是等于零 你也知道了 那首先我们的TALK的部分 TALK的话就是R close F 那换句话说 你现在的R是这一段 OK 这是你的R OK 所以我们会发现 我们的这个整个力矩 这是有一个夹角 这个夹角 是跟X轴 这个CD是跟X轴的方向 这是夹CTA角 同样的 这边是R 那一样的也是跟X轴 夹的是CTA角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说 我们的TALK的部分 是TALK1 加上TALK2 那TALK1的部分 就是R 就是R Cross F 的AV 那TALK2呢 是R Cross F 这R1好了 那R2 R2 Cross VD VC 那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我们知道了 这个如果 这个边长如果是L1 这边长如果是L2 那我们就 R1的部分 其实就是1 2 2分之1L1 F1的部分 FAB 乘上Shin的CTA 再加上2分之1L2 FCD 乘上Shin的CTA 所以理论上面我们 很容易的去计算 整个TALK 就是L1 L1乘上FAB跟FCD的大小是一样的 然后乘上Shin 那我们把FAB算一下 FAB的部分的话 就是等于 这个L I 对不起 L Cross V I L2 Cross V 所以 现在你知道 这个是L2 Cross V 所以我们看到 I L2 V 因为L跟V是垂直的部分 所以 VAB的部分 基本上 很容易就计算出来 那把它带进去 TALK的部分就变成是 I L1 L2 B Shin CTA L1跟L2是等于多少 就是它的面积 对不对 A 就是L1 乘上L2 然后B Shin CTA 这是我们的TALK的大小 那这个TALK的大小 是我们接着我们要看到的 定义一个物理量 很重要的物理量 TALK本身是一个向量 所以我们期待 这个向量 要用向量来表示 那I本身是存量 你已经知道 I本身是存量 OK B是向量 A类是面积 面积的话呢 最好是有方向 然后我们这两个向量 得出来另外一个向量 所以我们期待是什么 把面积的方向跟 B的方向出来以后 是TALK的方向 那面积 出来会是TALK的方向 面积如果我把 我的右手 把它围绕住 把这个回路握住 就是电流的方向 沿着电流的方向握住的时候 就是锤子大拇指就是我的 面积的方向 OK 换句话说 如果我现在电流是这样流 电流是这样流的话 那面积的方向就是什么 就朝内了 所以我们现在面积的方向就是 是以右手定则握住你的 这个 这个整个 这个回路的方向的部分 定义A 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的A在哪里 现在的A在 这里 好 那你的A A已经知道了 A是这个方向啊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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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那在物理上面 我们平常不这么写 我们写什么 写成μクロスピ μ是什么 μ就是我们定义的I乘上A 它就是一个 magnetic dipole moment 持偶极句 所以你说持偶极句所对应的是 什么东西 就是一个电流 不管你是什么形状的电流 把你的电流 用你的右手一握 就是tok的方向 就是mu的方向 就是你的ogeg的方向 那你这电流是这样子流 那就是 这个就是你的mu的方向 所以我们说 我们在你的这个 原子核里面 这是原子 这是电子 那电子绕着原子核在运动的话 那你现在看到 这个tok是mu是哪一个方向 有人朝内有人朝外 朝内还朝外 互电后 现在是电流是这个方向 所以你的tok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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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内的 ok 那句话说 如果你的原子核 电子 是朝这个方向在运动 那我说 它有一个 magnetic dipole moment 是朝这个方向 所以 所以我们 我们不再会讲 以后就不再讲说 有一个旋圈 在磁场里面 发生什么行为 我们就讲 一个dipole 在磁场里面 它所受到的 滤举 就是mukowski 到这里 有没有同学 会想起来一下 elegic dipole 在电场里面 也会受到力矩 这个力矩 怎么写 它会受什么样的dipole 这个 boss朝这边 这个boss朝这边 所以它的tok呢 close f 是不是朝内 对不对 所以tok 基本上就是 elegic dipole close 一样的 这样了解了吗 所以 你会看到 电场里面的行为 跟磁场里面的行为 有很多东西 是一样的情况 好 这是我们 刚刚讲的是什么 一个 立方体 这个 长方形的 这个 这个载流旋圈的部分 那圆形 我刚刚讲 圆形的时候 没有人告诉我 说老师 你不是正方形 也不是立方形 能不能真的比照呢 其实 是可以比照的 很简单的 思维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 我现在是一个电流 我是I 那我 我知道 这个脊型的行为了 那我就把这个电流 I 切割成很多个脊型 你爱切桌器都没有关系 中间可以大一点 旁边再切 就是脊型 每一个脊型都是一个电流 回路 总共起来的总结果就是 后来面这个部分 所以 你可以把每一个都视为一个什么 小的 小的 这个 μ 总共加起来 就是I乘上A 这是 的 所以不论你的形状 是圆形或脊型 或者随便的形状 任何一个形状都一样的 只要 你现在的电流I 所围起来的 封闭回路的时候 那你就有一个 Magnetic Dipole Moment 它的Dipole Moment的大小 就是I乘上A 非常了解吗 非常了解吗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概念 而这个概念 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 这是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 Dipole 的部分是 在 磁的高速定理已经告诉你说 磁单级不存在了 所以Dipole 是磁里面 产生 磁的最小的单位 OK 好 好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衍生这个 利用几分钟 我们说 它所对应的 Magnetic Potential 的Energy 那这个Potential Energy 是等于多少呢 我说 Potential Energy 是等于 是等于 负的 Alpha 2 Alpha 1 然后我们的Toc 乘上我的D Toc 假设我把这个 制为 这个胃能 零点的话 那当然 这个就是我的胃能 那我们就直接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Toc Toc 是等于多少 Toc 就是 Mu B Sine C Mu B Sine C 然后 D C 它从Alpha 1 2 到Alpha 1 那你就被 Fu Mu B 这个 Cosine C 就是 Fu Sine C 变成Alpha 2 也就等于 Mu B Cosine Alpha 1 减 Cosine Alpha 2 好 那 我说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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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 Alpha 2 定义是等于0 那你这个Alpha 2 要等于0的时候 是在什么时候 是等于0 就是等于90度的时候 Alpha 2 等于90度 那 Sine Alpha 2 就等于0 所以我们马上 我们可以看到 OK 马上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Mu 这边少 等一下 这是 21 少了一个 符号 OK 对不起 这个是 这个是 它在磁场里面所产生的 这个TOK 所以 我们说 我们的Potential Ernest 是外界要提供一个工 让它是不要转的情况之下 所以这个TOK 要有一个负值 在这个地方 那这边就有一个负号 好 那这个负号的部分的话 这是负号 所以Mu的部分就变成是 负的MuB 如果我们把它 是 θ值的部分 MuB cosθ 那换句话说 就是我们的 这个位能呢 是等于多少 好 外界对它做工 储存在系统里面的就是 负 Mu.D 那这个 结果 跟你在 电场里面 这个 Electric Dipole Moment 在电场里面 它所对应产生的能量 这个 Potential的 这个 值 是一样的 就是把 Electric Dipole Moment的角色 换成 Meganic Dipole Moment 好 这是我们在这边 看到的一个结果 那整个Dipole Moment 它所衍生出来的东西 是 我们产生 这个 很重要的一个 后续 我们要讲到的 一个 词的 一个来源的 最重要的一个 我们知道 你会考虑 整个 1